LiXu 立修後遺症又一個部分螺絲工廠 因為人士成本大增20% 乾脆停工不出貨 沒有影響 到時候再看吧 不論長短螺絲通通都有 五金行平均庫存三個月的量 立修效應倘若全面停火停工 就怕引爆斷裂危機 原本如果數量是一包100顆 那它就可能變少 可是價錢事實上還是一樣 一根螺絲就要經過四道模具 還要再一層手續消出螺紋 才能電鍍包裝 三半至24小時才來的雞 原本抽現場一公斤加工費1.5元 現在恐怕增加0.3元 等於漲幅20% 電鍍成本也多10% 平均下來一根螺絲要貴5% 只是消費上來講是不會很多 93%都是吃口 國內只有7%而已 只是整個產業就業的話 我們有4萬多個的員工 未來他們領到更少的薪水 台灣螺絲廠九成都是中小型工廠 本來就難打贏對岸的消價競爭 沒想到政府還來扯後腿 不排除引發倒閉危機 會成本更高呢 所以在整個市場上 我們今年已經衰退5% 到10%的一個巨人 有的存檔率 那今年的話呢 我想會更 會影響更大 或許會影響有10%的出口 就沒有訂單啊 那會影響他們可能就沒有工作做 那可能他們會縮起來 立秀沒配套政府螺絲松 就怕這次還只是螺絲工廠 下次就換台灣經濟轉不動 東森財經新聞 劉志沈玉騰 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